滨岛爱情像在入业之后就是当地人和游客的消遣作乐之地 街道两旁竟是络绎不绝的人潮 因此所有途经的车子都得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 为了安全起见 滨岛市政厅建议每晚七点到凌晨四点 关闭牛干东街通往南华医院街的路段 禁止车子驶入 结果引起了当地居民齐声反对 丹荣区国会议员黄伟毅也批评市政厅的举动不可理喻 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商家的利益 而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利益 因为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带居住的居民 他们只有两条路清楚 如果其中一条路被关闭了 那他们必须绕一大圈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当地的居民是非常的不方便 黄伟毅今天在爱情巷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商家本来就不被允许在马路或五角机摆放桌子 因此市政厅没有必要封闭路段 我们市政局的条例是不允许 你要做生意把桌子摆到路上去 如果这个事项来不允许的 如果有一些商家不配合的话 会对这个顾客的安全造成影响的话 那市政局应该采取行动 而不是反过来选择关闭这段路 然后进而影响当地的居民 对此 宾岛市议员黄宇航解释 市政厅从去年开始截获不少投诉 才提出夜间封路的建议 于是市政厅在9月18号 发出了大约1000封信函 给当地居民 商家 游客和车主 希望他们在9月30号之前给予回馈 无论如何 封路的建议将以民众的意愿为最后遗轨 NTPT 宾重 采访报道 发执行读年营 感谢观看